昨天说到二龙在空中抢猪 再说他们苦战了一天,还未肯打忧 打,打,越打就越想,一直打过宗寨,看着就要打上天了 刚刚这个时候,玉皇大帝坐在宁宵镇的宝座上面,和各位宣官商量天曹上面的大使 突然之间见到一条金光一条红光一直射入大殿,还闻到一阵声臭味,就觉得好奇了 玉皇大帝问,刚才射入来的是什么光啊?为什么会有一阵声臭味啊? 朕为一天之主,统治三大阵战,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气冲进来宝殿啊? 仲兄,快点去查明下落,速速来稳步。 太白金星李长庚出番啟咒说,神愿去查明妖人。 好,你去吧。 李长庚奉了玉子,走出蓝天门,他拨开云头向下一望。 哇,只见两条大龙在那里苦苦相斗,斗到轮飞隔烈啊,头破血流。 不得了的? 李长庚奉了玉子,拨出宝剑大喝一声说, 严谱,不得无礼。 你看,你看下这里是什么地方, 更快点退下去。 两条大龙一听,不过疼了一下,收着手一看, 只见一个老道精神严肃地站在那里。 二龙本来未曾上过天庭, 虽然见到云霄里面隐隐约有些禽流玉雨, 就以为是哪一国的国王在那里住呢? 真本就没想到会是玉皇大帝的灵宵宝殿来的, 所以一点都不怕啊,他们。 现在见到李长庚一开声就这么大口气, 就很不睡了。 老奴才,你为何开口骂人啊? 我们打架,关于平时啊。 好啊,你既然口出狂言, 我们两个就先杀了你,再来打架。 都没等李长庚开口啊, 两条大龙就一起向着南天门冲过来了。 李长庚害怕到三步夹了两步, 一摸一摸地走回到凌宵殿品堡啊。 哎呀,陆皇帝啊,陆皇帝啊, 这次衰啊,下街有两条妖狼造反, 杀上来保殿啊, 请地下快点发兵,快点发兵啊。 哎呀,陆皇帝一天都惊起上来了。 啊? 是什么妖狼啊? 啊, 一時三刻,淹死了你們全國的人。 玉帝即刻下旨, 命令各位千兵神將打守天門, 又命令李祥爭去半口調二郎神來行妖。 鄧薪、江濤四位千將摘子之後, 手執兵器來鬥羽龍。 羽龍更加火滾, 使出魂失的神力, 頭葬殿場的美術天門, 再將他身一領。 那四個天將早就被他彈出幾百里之外, 玉皇大帝驚到此刻, 帶著各位先官, 避了入後殿。 這陣子只聽見, 一聲, 兩條大龍將大帝的一角掃淡了, 大團裏面很多陳設器具都被他們打碎了。 玉皇大帝真正是龍顏鎮露了。 這時候, 他說, 朕身為天上之主, 統合三界文武萬仙。 現在是妖龍造反, 誰敢打上賭亂, 鬼閃見聽。 但是, 但是竟然沒有一個人為朕分憂。 激死我啊! 激死我啊! 那些仙蟲仙官聽見, 玉皇大帝這麼說, 更可怕。 一個個, 你看我, 我看你, 鎮騰騰騰的聲音也不敢。 這陣子, 那兩條龍在外面, 更可怕。 正想飛入後殿。 玉皇大帝左右的八大仙官, 大膽一點的, 就走出殿田大沙發問。 葉聰, 你們是哪裡來的? 怎樣得道的? 為什麼要想天性的造反? 快點講清楚。 你們知不知道啊, 這裡是通命殿, 玉皇大帝的尋攻。 豈容你們在那裡胡作非為。 現在玉帝有此, 他見你們修行不容易。 如果肯悔過應對, 可以寬恕你們。 如果還是執迷不悟, 你把天兵一道, 就要你們屍骨成灰。 那就白費了你們千年的功幸啊。 玉皇一聽見, 原來這裡是天庭的。 噢, 得了啊。 唉, 這次糟了, 正式不死一身散。 就唯有頭八大仙官在玉帝面前, 歡視他們無犯之罪。 即是他們又不肯說出自己的出身, 和修道的年代, 現在在哪裡潛身啊。 仙官聽見他們這樣說, 心得安樂些。 立刻入回後殿, 便品咒玉帝了。 玉帝便說, 凡修道之人, 必有師傅啊。 兩條葉束的師傅是誰, 你們快點出去問一下, 就不要找他們的師傅來自罪。 達大仙官應了一聲, 遵命, 就算走出大戰。 咦? 那兩條葉束去了哪裡啊? 原來二龍知道得罪了玉帝這次大罪啊。 不敢久留啊。 一刀屈尾十就扔了下大。 好了, 玉帝玉帝, 這個時候, 心靜回來, 立刻上殿, 召見各級仙官, 商量去捉二龍的事。 就在這個時候, 指見李長登, 帶著二郎臣, 傳來領命。 玉帝玉帝, 立刻命令二郎臣, 帶天兵天將下凡去討佛勇。 二郎臣領子去了之後, 玉帝對李長登說, 朕為一天之主, 萬仙的領袖。 天庭裏面, 本來有不少神仙法術的人。 為何那兩妖, 能夠這樣橫行無忌, 遇入無人之境啊? 啊, 按照這樣下去, 以後下屆的畜生, 似乎有些本事的, 都可以任性橫行, 無無法己, 前來騷擾天庭的。 那還有黃法呢? 看來, 三界之上, 我這個玉帝, 是有名無實的了。 眾兄, 有什麼法子, 是保得玉語澄清, 天庭安難, 以解浸憂啊。 李長登出班啟就說, 唉, 皇上, 久治則亂, 亂則劫生, 治亂安危, 是有定數的。 微臣以前在八景宮, 聽太上老君和原始師尊談論過這件事。 他們曾經預言, 今年通明殿會有災劫的。 那微臣就想啦, 皇上統領萬仙主持劫運, 就算有災劫, 都不會央合通明殿的。 當時我還照他們兩個擔心是多餘的。 啊, 怎知道今天的事, 果然認了兩位先興的預見。 所以說, 劫運之理, 大聖神仙, 他是難以避免的。 聖上, 神仙, 還聽不聽老君預言, 下輩不用太久, 就會發生大水。 千萬的生靈會遭逃炭。 好歹已經有聖人, 放生人世, 好歹就會應下輩聖主的命令, 主持治水的事。 到時, 水陸兩界會分清責任, 陸上的事自然會有人君自理, 水中的事, 一定要有兩條有法術有才能的大龍, 才可以自理。 這樣, 老君已經派了他們兩個高徒, 火龍和漂亮兩位真人, 收到那兩條真龍。 現在潛伏水底, 翠氏英照。 他還說, 這兩條龍是一癡一孔, 將來配為夫妻, 大幸獄龍總, 統領國海之主, 附在仁君, 壽命天上, 以保四海平安。 我想, 難道剛才襲擾天秤的, 就是那兩條大龍? 看來,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要請教一下老君祖師自責。 欲皇大帝就說了, 你說的都有道理, 不過, 二龍犯了這麼大的罪, 如果再陸用他們, 他們天下群仙會照陣想佛不明。 啊, 聖上, 老君是眾仙之祖, 火龍、漂亮兩位真人又是上界的風仙, 他們一定知道其中的因果的。 那讓微神去問一下, 再就請聖上, 好嗎? 啊, 李兄啊, 李兄啊, 那就辛苦你去一堂啦。 嗯, 李兄, 請你順便請教一下老君, 請問, 有沒有才得兼備的先人, 可以補舉上來, 輔助朕主李朝政。 聖子, 李長庚領子出了大殿, 架起長雲, 來到八景宮, 只見宮殿裏面是極之優靜。 齊花易草, 應有盡有。 李長庚急急著地來到宮殿門口, 早有白鶴童子在這裡迎接。 白鶴童子說, 啊, 我們祖師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你先谷個宮先, 不然我就不進去通報, 李長庚說, 你不得無禮, 快去通報祖師爺, 說我太拔金星求見。 白鶴童子又說, 哈? 你又罵我葉粗啊? 你這個壞神呢, 就是罵了異龍是葉粗, 才累到玉帝心驚膽震的。 啊, 好啊, 你這麼聰明, 你自己進去見祖師爺, 不用我這個葉粗和你通報了, 你去啊, 你去啊。 白鶴童子生氣爆爆地說, 原來坐在一個大石頭上面, 然後, 一聲吹起口哨, 阿羅, 殺死之間, 只見大大小小幾百的小鳥, 就一起飛到他身邊。 白鶴童子, 一你故意和小鳥玩, 你也不理一下李祥金 李祥金看了一阵 他觉得很好笑 他说 玩玩玩 正经还正经 我是奉了玉帝的圣子 前来请教祖师爷家 误了大事 你和我都担当不起 快点进去通报祖师爷 你不是搬出玉帝来吓人 我就是听祖师爷的 你不给面子 我就不跟你通报 玉帝亲自来都是这么说的 你收拾 李祥金看见这个小孩 哄又不是客 又不是 想着就走前下去 反而会误了大事 为了低声下气 好 白鹤哥哥 刚才多有黑嘴 在下向你赔罪 可以了吧 李祥金讲完 真是向着白鹤同志 谷了个弓 我见你这么可怜 好吧 我就又去和你通报 你等下先 白鹤同志讲完了 马上起床 吃了一下酒 这小孩 噢 一声 吓人飞走了 然后他自己又紮紮跳 走进去通报 饿了没多久 白鹤同志又次走出来 对李祥金一日走啊 喂 老师爷叫你自己进去啊 李祥金不敢怀慢 赤克拉 吃了一下衣衫 跟着白鹤同志又进去里面 他一见到太上老君 就跪下说 拜见老君 老君扶起他起身 你是不是来查那两条叶龙的事啊 正是 我是逢玉帝的旨意来的 这两条叶龙是我派人向他们收到的 不过 他野性未除 吾之礼意 竟然犯犯上寨 骚扰天府 闯了一场大祸 至今 这个也是定数啊 玉帝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受一场去径了 正所谓 喻素难途啊 这件事已经过了啊 不要再提了 现在 正是要用他们的时候 暂时不要追究他们先 至于他们的罪业 将来一定会有报应的 你就将这番说话 等到玉帝知道了 李长庚听完之后又问了 玉帝因为两龙闹事 天府各先 竟然没有人收复到他 圣上很不安乐啊 他想说 请祖师派门下有得行神通广大的先人 请去辅助天政保卫朝廷 祖师 你以下如何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门下各先 各有即时 况且和玉帝没什么缘分 怎可以去助他啊 不过 欲帝身边缺少有才能的人 那这个都是事实 我早就和他算定了 在这三千年之内 他会收到八大金箭 其中有些呢 现在已经出世 不过就未成人体 以后 要我陆续派人去收到他们 和他们成正果的 你们也需要随时听我的吩咐 或者在天府 或者在凡间 陆续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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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二郎神带了很多天兵天将 一路藤魂架毛 吁吁吁吁吁地前来捉二郎 他们过了上界中界 一直追到下界 二郎神安定云头 他运起围眼向下面一望 只见二龙已经降落了东海 正想潜入海底 二郎神手急眼快 立即使净水缺向下一指 海水立即净净 好似结了一层冰一样 这两条龙没有办法入水 另转头向上望了一下 哦 只见无数的天兵天将 遮住了半个天 他们知道 他们肯定站在中间的神将 失了法力 二郎发火了 只见两条龙立即现了人形 手执保剑 吁吁两声 尘空而上 直取二郎神 二郎神不光不亡 他武器通天画迹 力见两龙 见了有三十几个回合 这两条龙慢慢就支持不住了 飞龙首先是燕翻龙身 向东飞走了 那条龙也跟着你送了 二郎神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带着一群天兵天将追过去 追啊追啊 看着快追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 二郎神拿出两粒神蛋出来 一手插一粒 出来一声 喝声 中 只见两条金光落在二龙的头上 扑扑两声 两个龙头中了神蛋 火星四蛇 两条龙几乎摘到云端 二郎神心想 一奇了 我这粒神蛋 无论打人还是打妖怪 打中 没说不死 这两条热龙为何撑得了谁 哼 看来他们肯定修炼了很久 有些道行 不死得 好吧 就等我用飞剑来斩他们 我不想摘不摘他们 二郎神想到这里 立刻抹大个口 只见一道金光向着二龙的龙掌飞过去 原来这把是二郎神修炼了很久的宝剑来的 果然十分之厉害 就在白光一闪的时候 半空中突然寒风凉凉的冷气激人 二龙不禁打了个冷镜 那条白光看着就来飞到二龙的龙颈了 这次死定咯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突然轰一声 只见一层红光 用二郎神的战光击退了二十几里 接着 在红光里面有个人说 二郎炎底且慢 你两个畜生罪犯天 我去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